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5月16日报道 近日 在一档综艺节目中 沈梦辰拜主持人和粉丝参观了自己在上海的豪宅 从曝光的画面中看 这个豪宅有一个超大的庭院 不仅是也好 还有一个大泳池 主持人问沈梦辰这个豪宅是否自己买的 沈梦辰毫不犹豫回答 对 一点没有想要隐藏自己豪宅的意思 网友们看到这样大的豪宅 纷纷留言说 真的是他 那么 好大的房子 想要 但也有网友指出这是假的 节目情境设定中 沈梦辰是作为价值 一个也豪宅的女主人 邀请张大大几粉丝们前往家中狂欢 假的 是上海某别墅轰帕馆 这玩笑开得我给满分 沈梦辰作为湖南台主持小花 近年来的主持事业蒸蒸日上 不断参加真人秀节目 吸引了一大批粉丝 沈梦辰多次维护百百合 真正原因爆出 出乎意料又让人心疼 自从卓尾爆料百百合的事件 一波别一波猛 再加上前几天沈梦辰的酒后 卖醉怒杂记者四川事件 百百合瞬间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至今还在议论纷纷 以绝对的优势占据微博热搜的头条 百百合 1984年出生于山东青岛 百百合能够有今天的娇人成绩 完全离不开他生命中的贵人 著名大导演张艺谋 一开始百百合的梦想是 能够成为一名出色的舞蹈家 所以在很小的时候 百百合就加入了北京舞蹈学院 学习中国民间舞 百百合即使有机会 能够以同性的身份出道的 但是当时还没有完全常开的 他后略显青涩的演技 终究是他错过那次良机 但是百百合并不是没有任何收获 张艺谋还是记住了这个羞涩 却勇敢的小女孩 并且鼓励他去学习表演 张艺谋的鼓励打动了百百合 最终百百合靠入了中央戏剧学院 百百合与老功臣 与凡也是在这所学校里邂逅 然后相识相恋的 两个人是因为拍摄与青春有关的日子结实 两个人在剧中饰演的是一对甜蜜的小情侣 却不想两个人假戏追作 真的在现实中也成为了一对 在大学里甜甜蜜蜜的谈了两年的恋爱 就像通话里所说的 实现了从校服到婚纱的诺言 但是两个人的婚姻却 并没有得到太多人的祝福 因为当时的陈玉凡 已经是歌坛里地位极高的著名歌手了 而语名气不 高的百百合相恋 大家都以为是百百合为了攀附权贵 更有甚者说百百合是属于小三上位 因为原本陈玉凡是有女朋友的 是百百合的出现拆散了他们 最后还是陈玉凡出面后期 声明是女朋友先卷款前逃抛弃她 而百百合则是陪她度过艰难岁月的爱人 竟然是这样的原因 大家对百百合的看法 也从此大家改观 两个人的婚后生活 也是过得极为甜蜜恩爱 将所有的鲜言碎语都用事实打破 大多数人都有年来的怀疑 便到了最后的祝福 终于明白为何陈玉 方在此次事件爆出来以后 为何如何维护百百合 甚至为她退出了娱乐圈 原来是因为百百合 陪着她度过了情商 这份感情她一直记着 真正原因爆出 让人出乎意料又让人心疼 曾经化那与共 相亲相爱的两人 如今为何会变成了这样 百百合的事业之路 也在结婚以后一路飞升 后来凭借自己出色的演技 成功跻身于一线女明星 电视迎评 佳作不断 最出名的就是与主演的电影《失恋三十三天》 简直是一夜爆红的姿态 后来的片约也接踵而至 事业顺风顺水 百百合也为陈玉帆顺利的伴 下了一个可爱的大宝贝 一家三口恩恩爱爱 百百合幸福的简直像公主 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 才导致两人离婚 现如今出了这样的事情 可以说伤害最大的应该 是他们的儿子袁宝 虽然此事发生百百合和陈玉帆 都深迷两人 早就已经协议离婚了 但是也有内幕说只是公关手段 再加上玉帆的深夜满醉 怒砸借着车窗事件 更是把事件推向了高潮 还有就是马荣最近也不太平 老是出来告示 本来百百合的事件 按理来说和他是无关的 可是他一会出来安慰百百合 说是顺其自然 一会开放 也不知道闹哪样 小编不得不敢看娱乐圈的事情 太复杂了 让我们这些看客分不清 什么才是事实 不知道大家怎么看 是什么才是事实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